我们的讲员姜琳女士已经上线了 我们现在有请她姜琳女士给我们发言 姜琳 行 能听见吗 可以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原解放金报 报道中央军委和重大突发事件的记者 关于我在六四的见证和经历 简单的说 从六三那天晚上开枪以后 我和总参军训部战役训练处处长张胜 也就是张爱萍的儿子 及他的太太和他的孩子一起骑车 经西指门植木须地又回天安门 目睹了北京市民抗暴及军队屠杀北京市民 在武门我们遭到全副武装的武警的堵截 把我们四人打伤 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之中有一个人说出自己的身份都不会挨打 但是我们谁也没说 我们为那晚的军队屠杀愤怒 为自己是他们的一员感到耻辱 我们被一万幅的高压电颈棍打得皮开肉绽 我当时昏倒在地被张胜背出 他的儿子被关押三天之后被中央军委警卫局的人员救出 小手指被打断 几天后我再见到张胜时 他身上缠满了纱布 他的太太也和我一样 头部和身上全部被打得非常的厉害 之后我被清除出军队 先后两次入狱 我记得当时张胜对我说 记住 我们永远都不是英雄 31年来 我铭记这句话 由于时间的关系 大家可以去查找 去年我在 接受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们发表在 把我的这些事情发表在5月28号的一版 6月2日就去年6月2日我参加了湾区的纪念大会 6月3号到4号的松林夜话 6月4号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采访 都有一些详细的关于这些事情的记载 我觉得我受到的关注已经太多了 我想把今天发言的重点转到三个北京的 北京的三个六四的北京市民 因为他们促使我在去年下决心 公布我在六四的见证和经历 第一位是六四后 一烧军车被无审判枪毙的青年 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他的几个姐姐 一直都不敢把这个噩耗告诉母亲 31年过去了 是否还有人知道他 以及与他一起被枪毙的人有多少 第二个是一位因六四坐牢的北京青年 他坐了二十多年牢 精神及身体完全被摧毁了 出狱后他的父母去世 家里的房子被陌生人霸占 仅留给他一间假小不见阳光的房间 还被一个流浪人员请占 国外人士捐助给他的资金也被请占 我看到他的照片心里非常难过 这样的人还有多少 第三个他是一位我熟悉并静养的大姐 六四之后坐牢至今被国保监控 他今年79岁 31年没有工资收入 没有医保 但他贡献给世界上百万字的六四真相调查和书籍 六四之后像他这样的人被中国的新闻媒体和国家机关驱逐 有多少人至今没有真相 我希望这些被遗忘的人能够被世界关注 这些至今没有的真相需要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去年到今年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香港开展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美国政府也扭转了几十年来对华绥静 开启了对华强硬的政策 我希望我们六四的群体要集体的介入 利用最方便和最无成本的方式 在川普蓬佩奥等国家政府人 美国政府官员的推特下 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和建议 让世界了解更多的六四真相 加入到英语世界 对抗中共的抗议行动中去 我的话完了 谢谢 非常感谢江林老师 在最黑暗的时刻 我想您讲述的故事当中 那三位还有更多的人 确实是非常耀眼的人性之光 中共正是怕这样的人性之光 也怕记忆 对抗议行动中 对抗议行动中